美国豪华电动车厂特斯拉在日前正式交付平价车型Model 3后气势如虹 不仅来自全球订单激增 而且也宣称通过债券融资扩大特斯拉Model 3产量 继续带动另一波电动车热潮 对此德国三大豪华品牌早就抛出相关计划 不仅要迎头赶上市场需求 更将特斯拉视为最大劲敌 其中销售龙头美赛德斯·奔驰不仅规划节能品牌EQ 更将以丰富的阵容攻占市场 根据德国媒体AutoBuild报道 奔驰计划在2020年推出EQA电动车 尽管这辆电动车分享即将推出的新以代A级车体架构 但有很大机会采用都市跨界设计出现 虽然特斯拉目前尚未有对应产品 不过基于Model 3底盘平台的Model Y小SUV 预计在2019年推出市场 这块市场竞争对手当然也要跟上 从过往其他车厂的发展计划来看 不仅奔驰要发展小型电动SUV 宝马也有电能版X3的规划 更不用说奥迪E2M Quattro 以及采用相同MEB模块电气化底盘 所衍生的各种车型 预料EQA电动车将会搭载60千瓦电池组 可提供近400公里的续航能力 且还有200匹马力输出设定 奔驰设立EQ电动车品牌 当然也不会只推出一种车型 到2025年时将会有数十种电动车型可选 并完全覆盖所有车型 因为奔驰早在今年5月 就在中国完成了所有车名注册 从品牌EQ车型EQA EQB EQC EQE EQS EQG到EQX 完全可看见EQ电动车品牌的野心